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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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金安伯 各位姐姐做菜 让你说的很简单 来最近 炒得沸沸沸沸的一个 水果 就是我的时候 台湾 来 来 我们要用行动 支持我们的 台湾 在地的 鳳梨 之前有用鳳梨講過什麼 鳳梨口瓜雞 鳳梨香球 很多料理都是因為鳳梨而變化了它的味道 鳳梨這個是一個非常棒的配角 每次經過水果攤 簡良哥都是會買一點點鳳梨 但是最近真的有一點買了太多了 那也吃不太晚 所以我想說 我們就來把它做成果醬 以前鳳梨都會拿來當配角 今天我們就來把鳳梨當主角 剛起來做這一道鳳梨果醬 那你們喜歡吃鳳梨嗎 或者是你們還有什麼鳳梨的創意料理 都可以在前方留言給你解釋個字 來 正門開完之前請下個預算 按讚就下面講看的想法 粉絲所以你喜歡跟安德哥講看 還去講個臉 簡單聽 然後講講想要爛就先加入 每個粉絲就講給你來 整個東西 接住 後來 首先 稍微的 教大家一下 簡單跟自己的鳳梨是如何 來笑 好 先把它撐掉 屁股這邊 稍微的切薄 把它切掉 咬到來 我就是這樣一層一層的把它削 我就是這樣一層一層的把它削 皮用完之後 切肉心 在我再收一下 準備來切它的肉身 好 我們現在 切成丁狀了 好 好 這個大小稍微自己斟酌一下 我覺得我現在切的大小 屁股好 好 全部把它切成丁 來 再來我們做一下的步驟 來 我們這個果醬 我們有加這個蘋果 和一點點的檸檬汁 好 為什麼要加這個 依加熱一起出來 它會產生膠 它那個對果醬是非常好的 來 那個泡泡 好 稍微的打一下 好 我們先放旁邊 現在 要先來燒我們的水 來 我們要燒這個水幹嘛呢 來 有沒有看到我準備一個這個 紅茶包 好 等一下水滾了之後 我們就直接給它沖下去 這個楓梨果醬啊 我們做的非常天然 煮這個紅茶 到時候你想不一樣的感覺的話 我們一個人倒一杯紅茶 再加上我們的楓梨果醬 拌一拌 就會有一點熱帶水果茶的感覺 好 稍微的放旁邊 直接把我們的鳳梨 拿下去炒 我們要把它炒到紅茶的香味都出來了 這樣炒紅茶的甜味會全部釋放出來 會有一點很香的香氣 這樣來做果醬味會更好吃 整個香氣都出來之後 來 我們加我們的糖 來 橄欖糖 來 加一點點鹽巴 好 來 這個蘋果泥 給它炒菜 好 我們剛剛有沖 這個紅茶起來 我們剛剛裝了500cc的水 好 我們加200cc 把它留一點起來 好 這樣的風味的果醬 我覺得還是非常棒的 好 來 它現在滾起來 我們轉小火 把它煮煮 我們來 讓它煮一下 經過 漫長的等待 好 我們要大概煮煮了它 40分鐘左右 來 你就留著筋筋 好 稍微的醜醜的 來 這樣子我們果醬的部分 就完成 我要教你們如何的保存果醬 我們剛剛在廚房間燒多水 那這個罐子呢 我們必須給它消毒一下 滾了之後 我們這個玻璃罐 就給它消毒一下 就是四面還有裡面 全部都有風到煮滾的水 桿子的部分也進行消毒一下 桿子的部分 來 我們先放這裡 然後這個罐子的部分 來 稍微的 讓我等一下倒放 來 先把瀝乾之後 拿這個湯匙消毒一下 來 沾乾的果醬 蓋起來 鎖緊之後 倒放 讓它有熱空氣排出來 讓你的果醬能保存比較久一點 因為我們沒有添加熱的防護劑 冷了之後 你就放到冷藏冰箱 不要讓它漲到一些水或口水 你可以保存 三個月左右 OK 我們的鳳梨果醬 完成 簡單一個的美味試吃時間 終於大溝告成的鳳梨果醬 金黃剔透的外表下吸引著我 單純外表下 如同鬼斧神功的晶瑩清澈 讓我忘記都市喧囂交錯 果醬的口感恰到好處 酸酸甜甜 如同記憶般的初戀的青色滋味 酥香的麵包配上鳳梨醬 鳳梨冰茶 飲下猶如沐浴在夏日的陽光 只要一點點 就能點綴無數的料理 甜露心甜 好像被細膩造福 啊 這一切都好像夢境般的美麗啊 簡單個小知識 果醬的糖啊 必不可少 糖是天涼的防腐劑與真稠劑 會溶解於水中作用後達到防腐的目的 以及整天果醬的整體稠度 此外 檸檬有粗膠的成分可增加粘稠度 更能增添一些風味 並綜合果醬的甜度 整體來說 果醬必須要兼具保存 以及稠度才能及格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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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